王源 18年三灯央视春晚 然而 这一切成年人努力大半辈子才能获得的荣誉 在王源的妈妈李永芳 看来一文不值 曾接受某周刊采访 却是名利视为粪土 王源被围观是经常的事 前两年 王源被数十个比他高出一头的粉丝围着围观 索要签名 上高中后 他很少回学校 一回学校就更像稀有动物一样了 学校里无论男孩女孩 都爬上教室的窗户去看王源 王源的班主任说 为了躲避 王源有时候 必须像个逃犯一样逃跑 至今 王源已经跟郭静明 吴亦凡 范冰冰 黄晓明 王力宏等等大明星合作过 他曾经向班主任诉苦 他说 有时候节目录到后半夜 一些成年艺人张罗大家喝顿酒 抽根烟解乏 但这时 王源会自觉退到一边 我知道不能沾烟 酒 他们晚上说 叫一起去吃饭 我也不会去 可是 小编明明看过TFS纪录片里面 王源在结束一天的拍摄之后 主动热情地跟成年人工作人员握手说 辛苦了大哥 晚上三里屯吃饭 很难想象 当时才16岁的小孩王源 竟然能如此娴熟地说出这样的场面话 被逼着成熟进入这个圈子 也是很让人尴尬的 他觉得王源面对娱乐圈的诱惑太多 最终 还得靠自己的自制力 如今 王源已经朝着他的小伙伴王俊凯2.5亿身家去努力 像一个大人一样去拼命工作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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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